水泥墙总是给人冷冰冰的印象 不过新装明安利则是运用了巧思进行彩绘 而且还创新打造出大小朋友最喜爱的海洋风 也成为里内的打卡新景点 可爱的小丑鱼还有这一围大鳍鱼 怎么游进了明安西路24巷道里面呢 别怀疑眼前你所看到的这棉神洞有趣的海洋风 彩绘创意设计就是明安里长许志峰 这里是明安西路24巷六弄 因为本来这条巷子双边都有停车 结果我们交通局来会看以后 因为防火像把这边的这边停车把它画个红线 画好以后很漂亮 我们呼吁我们的市民来这边拍照打卡 以后不要破坏我们的彩绘墙 里长表示原本该巷道 两侧经常被七级车辆违规停放 担心消防通道受阻 因此在他的提议之下 有请相关单位将右侧画上红线 禁止民众乱停 所以里长觉得这三米高及50公分的水泥墙空间 一定要善加运用将它进行彩绘 而且还选择了大小朋友最喜爱的海底世界作为主题特色 没想到创意的新风格竟然成为里内打卡新景点 只要有经过这条巷道的民众都会被正面奇特造景的海洋风给吸引住 随即拿起手机猛拍照 希望与家人分享 我来这拍照啊 因为之前都是水泥墙 比较没什么 现在我们建议我们里长 请人来为海洋风的海底世界 为它更好看更出色 我现在来去想就是要去看我们村子看 向来给人冷冰冰刻板印象的水泥墙 透过这位里长的创新彩绘 运用巧思打造出另类的海洋风 达到美化视野景观效果 欢迎民众前往拍照打卡 记者黄又贤新装报导